专注在手里的书本 吴正如和李孟茹不但上课认真 也喜欢读书 因此在校成绩优异 面对考试两人都表示 读书没有秘诀 一样要复习跟预习多练习 并且要保持正常规律的作息 就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不要熬夜 然后饮食尽量注意 就清淡 然后不要让自己 在考试的时候有状况 做事要 做事前要先有规划 然后规律跟生活 找到自己的方向 要努力去做 也是 就做好规划 然后按表操科 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成绩 20号这天公布 国立清水高中传来好消息 高山的吴正如和李孟茹 不但是同班同学 五考科中同样四考科满积分 总积分更高达74积分 也创下有学测以来 清水高中最高的积分数 有两位同学都获得74积分 几乎是满积分 那么他们稳定 笃定可以上知名大学的医学系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学习过程里面的话 我们创造很好的读书环境 跟营造好的读书风气 比如说上课很正常化教学 玩自习的话 就是加强的督导 那么让各种活动都能够平均的配合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里面 都能够稳定的学习 这一次的话 其实四积分是创清水高中 有史以来 学测最高的积分 校长也提到这样的成绩 两个人要上国立大学医学系 不是问题 不过两人都是自然主别 并对理工特别有兴趣 因此未来也将申请理工科系的系所学校 记者怎么会台中场报道